哈囉大家好 我是科技老師 要跟各位介紹這一個是渦輪風扇 那我們用了兩條電線 然後用上的是兩顆1860的鋰電池 供給它的電壓是3.7乘以2是7.4伏 7.4伏 然後我們兩側用了這個叫回紋針 回紋針再加上兩顆強力磁鐵 那我只要讓它採取 我們把它改造成這樣子就可以 很方便 就可以讓它 這是一個強力風扇的一個介紹 另外 我們 在這一個積木裡面會有這一種 這一種馬達 這個馬達 那馬達你要自己所動開關很麻煩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做了一個就是一個 剛好壞掉把它接出來 這個就是把電子接到這一個快接頭 那我這兩個就是馬達 所以我現在如果把它接上 用我的快接頭把它接上 馬達它就會旋轉 馬達就會旋轉 它就會旋轉 那如果你要讓它變成反方向的話 你只要把這兩條電線 馬達的電線把它反接過來 它就反轉 那同學你可以怎麼做呢 一樣你可以讓這個部分 一個譬如說我現在 我要讓它確定好位置 那我就可以用電線 然後用核溫針或用磁鐵 只要讓它去Touch 我現在讓我的電池 電池的這一個 然後在某一個機關的時候呢 讓這兩個Touch到它就會啟動 那譬如說這個用核溫針 跟它磁鐵吸住 它馬達就啟動 那你也可以做到這樣子的一個 電血的一個應用 那以上就是柯T老師 在一家國中為各位來介紹 這一個齒輪馬達的改裝 還有就是我們這個渦輪 渦輪風扇 用兩顆186年裡電池和充電方法 掰掰